第九题 同质量的甲和乙密度是甲大于乙大于水 一起放入水中 则何者所说的浮力比较大 我们晓得 浮力呢一定是等于排开的义重 也就是排开一体体积乘以一体密度 而这一题呢因为密度是甲大于乙大于水 所以呢甲乙在水中都会沉下去 因为都会沉下去 所以这里的排开一体的体积 就是甲跟乙本身的体积 而我们这个大家都是水密度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谁排开的体积比较多比较大 那么他所说的浮力就会比较大 题目呢给了我们质量跟密度 根据我们的公式D等于V分之M 我们就知道V呢就是M除以D 质量除以密度 那么我们大家的质量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的密度比较大的 我们的体积呢会比较小 密度比较小的体积会比较大 这个题目里面呢 是密度是甲大于乙 所以乙的密度比较小 所以他的体积比较大 因为体积比较大 所以他的排开的体积 一体的体积比较多 所以他的浮力就会比较大 所以呢第九题问我们说 同质量的甲汉乙密度甲大于乙大于水 一起放入水中 则何时而所说的浮力较大 我们答案选的是B 这个密度比较小的体积会比较大的 他的所受的浮力呢会比较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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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